复理乡公所推动扫街亲近家园行动 前进到明里村 不仅是当地的代表杜金摩村长黄瑞腾 村民更是总动员 有将近30多位的村民一起扫街 促进了环境整洁 也展现了明里社区的凝聚力 无论是长者还是年轻人 大家都热情参与 手持扫帚、铁铲和垃圾袋等工具 沿着村内主要道路巷弄 以及公共设施周边进行清扫 复理乡明里村响应乡公所 亲近家园扫街活动 不仅是全村总动员 就连村长黄瑞腾 当地乡代表杜金摩 也跟着大家一起扫街清除垃圾 促进环境整洁 也展现明里社区凝聚力以及魄力 明里社区非常靠近南边 你看看 他的这个社区啊之前啊 每一任的理事长还有村长啊 把这个社区里面的花台 都建立得非常的整齐 希望我们大家都为社区的这个 环境卫生大家能够尽一分力 湘公所登高一壶明里村民白诺 亲近家园行动首次前进明里村 看见村民平日用心维护环境 应造成为一具的生活居住环境 乡长江东城也高度肯定 也呼吁大家共同为复理乡的美丽和清洁来努力 记得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flats